今天就讲一些经济 我见到这么多人大多数都想听听经济的逻辑 我首先警告,我再一次警告 这些是不好听的 但是你听完之后,你会醒醒 究竟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我会讲讲新旧资本主义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社会是一直在转动的 是变得很大 我们父母之前讲的东西是未必对的 他不是想碰我们 因为他当时置身的环境是真的这样的 但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不是这样了 而我们未来的一代也不是这样 他其实正在消耗底层的人士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慢慢被人消耗 其实最底层的人是贡献给上层的人 很事实 八成的人是为了那两成的人 去劳动 穷一生去追求这些东西 但是他是追不到的 那为什么呢? 这个原理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这里讲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就快点订阅吧 我想只有我会讲这些东西 或者讲得这么直接 不修饰地说 这个会有三集的 但是我先讲第一集 那 贩卖纪律 怎么贩卖纪律呢? 你会发现 GDP增长其实是跟不跟我们的事呢? 那你会看到 那一家开放就说 我们先做大个饼 多些人就可以吃 或者好些 那是有轻微的改善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你GDP做大了 其实对我们没什么关系 有些人经常说 香港会下流了 GDP小了 差了等等 但是好的时候 你反问自己 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得益? 没有 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得益 十几年前的工资和现在一样 做生意也是 停滞不前 现在很多生意都停滞不前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 就算GDP跌了 不代表我生活差了 我生活可能更加好了 所以 现在你要选择 而不是守纪律 你现在贩卖纪律 就是 骗着你 让大家 都在交一个无形的税 因为它 隐藏了原本在做什么 每个人都想着 这件事是有效的 几十年前都是这样的 你想想的时候也是一样 所以首先第一个要想 就算GDP增长得很快 它说经济很好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好多呢? 可能没有 这就是旧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不同了 旧资本主义以前是可以的 以前是绝对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上去的四十年 可能要四十年 那个成本是低的 你做什么成本都低的 那 就像我爸爸那时候 开一间茶餐厅 可能十多万 开到的了 那它不是低的 它那时候和现在 普遍的人工都差不多 可能有少少轻微 有调整 但是 以当时来说 不算是很大笔钱 那 但是到现在呢 你开一间茶厅 最少一球 还不说 还不说 不是大型 你后面呢 很多准备 很多东西都贵了很多 那 为什么那时候可以呢? 那时候当然 人口多 劳动力足 那 你几十年前和现在不同了 那 个个 生产很多 那你生产力是很大增的 因为 那时候 其实你闭着眼睛做生意 你就赢了 你够胆出来做 你赢了 那 我帮我爸爸打工呢 其实有个 叫牛仔 我想他不会有听我的台 那 那 那时候我爸爸做事 也是很聪明 他投资了很多房地产 他现在有四十多套 那 所以那时候很容易赚钱 你 你所有东西都便宜 到现在 所有东西都贵 那 他后来这个人自己出来做 那 他开了几间 所以 这个就是旧和新的不同 现在什么? 本钱大 所有东西都贵 不是租金贵 是人力成本更加贵 接着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新资本主义 我所谓的新资本主义 对我来说 我觉得 这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 很微妙的变化 就是 资本主义已经转了 你想想 周围都是货 货太多了 周围都是货 你有什么买不到的? 什么手机 什么款 都是很便宜 不是贵 但是竞争很激烈 什么牌子都有 你的手机可以什么都做 对吧 除了不止货太多之外 股票也太多 你想想 电车也有这么多款 股票不多 你想想 香港有多少股票 美国就算做同一样生意 也有很多同类型的股票 股票太多了 实在 每个人都在股市场吸水 所以现在赚钱 就不是靠个产品 以前是卖过产品 现在的产品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人们不是买产品 现在是买另一样东西 这个很有趣 现在不是卖产品 所以你的产品做得多漂亮 以前人们会说 努力一点 你的产品不行 或者再做好一点 其实没用 没关系 跟你的产品本身是不行 所以你看到有些产品是很无聊 人们都会买的 所以已经脱离了实用性 因为要说实用性 有很多 你买什么也有 也不贵 所以钱就在财富转移了 是吧 因为以前 饼子越做越大 你也要有少少份额 现在不是 饼子固定了 竞争的就越来越多 那就内卷了 开始大家 有人赚钱 就一定有人输大钱 你只会你死我活的 没有两样的 没有 不是大家一起赢 不是你赢 就是你输 那些钱就去了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就等于收了一个税 那这种洗脑是什么呢 洗脑就是说 以为 勤力就会得到的 以为读得输多就会赢 这些就是洗脑 这些很容易 因为你之前是可以的 但你发现现在不是 你去到90分都没够 有些95分也有很多人 99分也不少 那你会觉得 不是了 你根本是没办法比赢 那些人就不赢 很简单 那洗脑洗了什么呢 另外再说 其中一个就是洗脑 最重要的就是贩卖你的纪律 洗脑就是说 你照着这个纪律去做 你就会赢 谁知道我做完这些东西 也拿到很好的核位 也找不到工作 或者不是找到那么多 很少而已 那你就开始会怀疑这些东西有问题 那当然 我不是需要你去同意我所有的看法 但是你自己去想 是不是这件事正在发生呢 竞争过分激烈呢 那你说我走到别的地方就可以了 竞争不激烈 你就是中了这个 这个 贩卖纪律 这件事 就是去洗脑 中了洗脑 另一种洗脑 就是什么呢 你喜欢听什么 就说什么 是吧 就是说 它不是有一个立场的 你喜欢听什么 就说什么 譬如有人说 移民马来西亚好 那就不停 不停推些 马来西亚留盘给你 你说移民英国很正 又退休又正 什么都正 那我就不停推给你 我不停推卖 这个 英国楼 其实就是你喜欢听什么 就推那些东西给你 加上 现在 Google的演说法就是这样 所以 你很容易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 现在 所有人 你想听什么 你就走去那条路 接着你越走 就越跟原本的核心问题 你解决不了 你解决不了 我移民 我解决不了 收入的问题 解决不了 如何增加收入的问题 所以 重点 根本就不是在什么地方 而是你如何增加收入 才是核心问题 由以前的所谓的产品核心 已经变成了 一种叫做需求核心 已经和以前是不同的了 所以 想清楚 不是说学校怎么理 又不是说父母怎么理 因为以前勤力是有办法的 现在勤力也没办法 所以又衍生了另一种现象 就叫做 叫做 叫做 他的名词很有趣 是有英文的 就是 他是 在职退休 那就是说 你是有功的 但是 你的心里面 已经是请辞了 简单来说 就好像魂不附体 就是 我驱寒就回来 我驱寒就回了 我驱寒就回了 但我精神就不在 那 其实这个现象 我已经很早就出现了 如果你有听我的台 其实我有讲过 我有几年打工的时候 其实我一早就变成这个状态 我个人就在这 但是我魂不附体 我多数时间都是在做自己的东西 这个很幸运就是 因为我一打工的时候 我就说 我只是给几年时间 但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要尽快做到钱 我要脱离这个打工的行列 那很幸运 真的几年内 我已经做到了 那样东西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由头到尾 都是觉得 其实股票 其实这些 不会令我发达 事实上真的是 如果我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股票 那你不如做好自己的东西 我只做好自己的东西 其实都不用烦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我是控制得到 对不对 我是计算到一条数 有数据的 对不对 而不是 受到一些突然间一个消息 一些什么的外造因素 就令你大幅波动 这个也不是我想做的方法 Anyway OK 先讲第一集 那这个呢 不要进入这个圈套 不要被人洗脑之后 就不思考 大部分人中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低级的智商税 那接着第二第三集 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我在patreon里面分享 那究竟 第一层最低階 会被人用这个 贩卖纪律去收割 那另外那两层 是怎样收割人的呢 这个也挺有趣的 那我在patreon里面再分享 你未订阅的 下面订阅 那连结里面 有patreon的连续 你可以拿进去 最低階 就是一元一日 那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发觉了里面 每次去解决一些经济难题 就是我的课题 那变了呢 你慢慢慢慢 你会发觉 你开始觉得 跟本人差不多 那慢慢慢慢 又会有少少超越 跟着又多 就是有多少少超越 那因为我为什么 我会有少少感慨呢 就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 就是我听到一个朋友 就是很熟 那她的子女就说要移民英国了 那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她那间学校是很好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想读她那间学校 就是她很辛苦地进去了 那但是呢 这十几年呢 她足足十年没有卖楼 因为她现在住在我现在租的那里附近 她足足十年没有卖楼 那做错一个决定 首先我觉得是怎么样 都应该买了自用楼先 那第二个决定就是 她那间学校很棒 知不知道 她那间学校要拍完影片才能进去 是很难进去的 我呢 我是很渴望的 我老婆也很渴望的 她说是什么 那么麻烦的 要拍影片之类的 因为那些小孩子是很厉害的 她是中英文 读完整篇东西 是超级流利的 收拾了那些口音 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女儿也不是这样的材料 那就算了 求鬼奇吧 但是她就是因为 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决定 就是导致她要远走他方 因为这个太详细了 这个不在这儿说 如果你有兴趣 才问我啦 Patreon里面的朋友 那怎么也好 那总之 这个是最底层的 就是普通人呢 就要交这个智商税 就是因为呢 他要贩卖一些纪律给你 让你永远觉得呢 我定期存股票 一路这样存就会赢的啦 我老实说 我身边见的人 真的输不少 输一半以上 或者输七成都有 但是见到一个人 可以赚数倍 我暂时没见到 或者我 我认识朋友少 或者什么 但是我真的没见到 有时候 很多时候 多人说不代表对 多人说不代表对 那么多人说不代表对 那么多人说不代表对 那么多人说不代表对